不再渲染中国威胁论这个老牌已开发国家也想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法国参议院6月12日发布该机构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首份研究报告,强调应立足于中国已是经济和军事大国的事实来客观看待这一倡议 报告注重关注一带一路海外实施情况,对国际规则影响以及向高新领域拓展等三方面动向,并就法国如何应对一带一路提出四类具体建议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未渲染中国威胁论 这份报告题为对法国而言,一带一路是简单的经济标签还是新的世界秩序 报告由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和军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利扎尔,和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秘书如尔达等人牵头撰写 记者通读全文发现,每一个部分的结构基本都是先陈列事实,然后提出应对建议 虽然报告宗旨是立足于为法国服务,但整体上较为注重客观严谨,未渲染中国威胁论 阿利扎尔12日在该报告的发布会上接受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说,应该既不天真又智,也不多多逼人的看待 在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中国政策,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中国会采取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政策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关注相关三个动向 报告注重关注一带一路在三个方面的动向 第一,在国际范围内的实施情况 报告列举了巴基斯坦、吉布币、俄罗斯等国家的案例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一个有利的叙事 在中国较大的投融资能力辅助下 中国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发展模式对很多落后国家很具吸引力 第二,对于国际规则的影响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规模庞大 势必影响到涵盖商法、国际法、海洋法、刑法等多领域的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定 从现实看,中国近年来已创建解决一带一路商市纠纷的地区中心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6月6日,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海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项目,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正在迅速取得成果 第三,从基建向航天、数字等领域拓展 报告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带一路也不再局限于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造 而是向航天、数字等高新技术领域拓展,形成了航天、一带一路、数字、一带一路 这客观上加剧了法国面临的竞争 呼吁扮演隐情角色 报告在正文首页就呼吁,法国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隐情角色 并在中欧关系发展中发挥隐情作用 接下来,该报告提出多项值得关注的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大致可分为借鉴经验、主导规则、增强实力、把握机遇等四类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借鉴一带一路成功经验 比如,受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吉布地取得多项进展的启示 建议法国也应加强在这些国家的存在和投资 资料图片 由中国企业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非洲第一条跨国现代电气化铁路 伊索比亚首都亚地斯亚北巴至吉布地首都吉布的铁路 亚籍铁路 2018年1月1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A列车员检查旅客车票 涉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规则主导权 比如,报告提出,要鼓励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使用法国的法律概念 注重通过三方合作的方式推动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相关项目能够考虑当地人的需求 将这些项目纳入当地的法律轨道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增强自身实力以应对新挑战 比如,报告提出,法国作为航天领域的领导者 在航天、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和共同政策的制定中应扮演引擎作用 欧盟应加强支持欧盟成员国增加航天方面的预算 改善欧盟的航天治理 加快融入以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报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1月访华期间 曾提出制定法中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图 法国政府应鼓励企业和国内各地区参与和落实这一路线图 并鼓励更多的法国学生前往中国 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市场 此外,该报告还强调 对于一带一路的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效应 应该由独立经济学家、独立机构进行评估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 法国还应注意自身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注重在海事领域加强合作 广告 请继续往下阅读 分析人士认为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法国虽然在政府层面表态较为积极 但在落实方面整体处于行动较缓 具体项目开展较少的状况 法国社会对于一带一路的关注程度也有待提高 法国参议院此次公布的报告有利于推动法国决策层 和民众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一带一路 不足的是 在如何开拓合作方面尚未打破有好感但执行力不足的瓶颈 感谢您的支持